这是越国 不是你们大明 大明是中国 越国也是中国 当今天子奉天成运 天下一统 地不分远近 人不分无越 朱元璋是好周人 他做个吴王也就罢了 凭什么管我们 越国的事情 这位兄弟 有道之君天下共尊 我问你 你们那个越王郭和 是哪里的人呢 是淮北宿州人 他一个宿州人 为当地的百姓 做了一些好事 所以被称之为一帝之王 朱元璋为国家 做了好事 自然被称为一国之君 莫说这块 离京不远的弹丸之地了 南边的福建 广东已进客服 北边的元顺帝 已逃出了大都 大都已经改叫北平 西边的宁夏 东边的辽东 都已经被收复 云贵川 归顺的日子 归顺的日子 只日可待了 你们是怎么混进来的 这里的百姓 接进来的 酷舍 这位兄弟 你不要急嘛 你看我们几个 都是文官 而你们却草木皆兵 森严壁垒 没有人接应 我们怎么进得来呢 谁接应的 我宰了他 不要动不动 就宰谁杀谁的 我知道你们当地的百姓 很齐心 很拥戴你们的月望 但那已经成为过去 你们在战乱年代 精心营造 使他们偏安抑郁 休养生息 如今可不同了 大明朝就是精锐之士 也有百万之众啊 你们老弱富儒 加在一起 不过才四五十万人 百姓不愿以卵击石 自取其货 告诉你们的月王 如果他再知迷不悟 当地的民众就可以随时 把他反了 你 你在妖言祸中 我先杀了你 这位兄弟 你只不过是一个小族 你可以一时痛快地 说这种气话 但是你们的月王 就不可以这么随便了 他肯定比你站得高 看得远 你 好好好 这里是佛家圣洁之地 要杀你们 我也不会在这个地方 有胆量 就去我们王宫 大王要在那里见你们 大明使臣参见月王 大胆来人 见了月王 为何不下跪 我是当朝天子的钦差 叩拜月王 成何体统 大胆的说客 太不辞量力了 见了本王 竟敢不下跪 你笑什么 我笑你 堂堂月王 却胆小如鼠 笑话 我还看不出 你们是女伴的男装 我还怕你们几个 女流之辈 是 我们是女官 既然你们不怕 又何必摆出这副架势 怪我高看你们了 古月国 乃贤士雅籍之地 道德礼义之邦 这样对待朝廷的使臣 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我们不认你们那个朝廷 你不认朝廷 是因为你不了解朝廷 情有可原 请问 你认你们的百姓吗 我们当然认 百姓是我越国的根本 不认根本 我们还认什么 认百姓就该认朝廷 就该感谢当今的皇上 这怎么能扯到一起去 能 再请问 你们最近去过寺庙吗 去过 怎么了 碧云寺的云德师父告诉我 以前 求神拜佛烧香磕头的人 每天不过二三十人 如今 少择二三百 多择一两千 为什么 他们去求菩萨保佑 不要打仗 人心四安 得人心者 得天下 你们穷兵赌武 失了人心 纵然红武帝不派兵来打 这里的百姓 早晚要反了你们 花言巧语 蛊惊惑人心 你就不怕我把你们给油茶了 你害怕了 请岳王到门口去看一看 报 报 报 何时报来 报告岳王 王宫门口来了许多老百姓 他们要干什么 小的不知 来了多少人 全都是人 大王 别上了他们的当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敢来我们越国煽动迷心 你们各位也都看到了 我们几个初来乍到的 就能把民众煽动起来 这不更说明问题了吗 不要跟他们啰嗦 通通下了算 为了小月国几十万的百姓 我们死了又何妨呢 皇上爱民如此 不忍涂炭生灵 所以三番五次的派官员 小知以理 动之以情 你们不该知迷不悟啊 过何 大胆 不许直呼我王大明 他不认我的朝廷 我也不认他这个岳王 郭河呀 你对不起宿州父老 更对不起这里的百姓 休得呼援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们宿州人 都是善良豪爽 行侠仗义 你的祖坟 和众多的亲人 还在宿州 他们已经过上平安的日子 而你这一个外地人 给这里带来了战乱 让家家过活海 人人上刀山 你于心何忍呢 你说你是宿州人 别跟我们大王套敬 为什么要女扮男装 那好啊 管我们的女儿本来面目 实话告诉你们吧 她就是当今皇上的结发妻子 皇后马娘 你 你就是大脚马皇后 是啊 你们看看 看看我这双大脚 这脚大不大 不然是马皇后 竟然是个大脚的人 为了不再打仗 不再流血 皇上说了 只要岳王归顺朝廷 小岳国还是由你来统领 除了军队由朝廷统一管辖以外 这里的民俗习惯一切照旧 皇上依然封你为岳王 空口无凭 我怎么能相信你呢 大王 千万不要被他的妖言所迷惑 连他们的大将军汤河派来的人 都让我杀光了 朱元璋肯定怀恨在心 不会放过我们的 对朱元璋派来的人 我们要见一个杀一个 你不是就叫狗同吗 我相信在这个屋子里 没有几个人能狗同你的想法 再说 杀女人算什么本事 我相信在上面坐着的岳王 也不会狗同你 好 那我就先杀了你这个马大脚 再气死朱元璋 这几个妞留下 给我们大王做偏飞 郭总 休得无礼 大王 你装作没看见 事情由我来吧 这几个妞留下 我来吧 这几个妞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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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不忍心看到你和你的百姓 生灵涂炭 生灵涂炭 那这几个妞留下 我来看看 你这几个妞留下